好那 剛才看大家做的很不順利 好我們只有一位同學有做出來 那 所以我現在 只有兩個同學 所以只有一個失敗了 沒有我們有三個同學 我們在座有三位 對 老師是成功的 兩個都是失敗的 對不起 是我錯 好 我想可以理解 前面當然講的口莫橫飛 你們大概沒有自己做 還是不知道這些東西到底在幹什麼 就是這個什麼A1 A8什麼東西一大堆的 所以當然做實力是最好的練習 所以 以目前的情況來講 這個黑靈 我認為是 練習度是最高的 因為如果叫你們做Graphine的話 那個又太簡單 難度太低 那 如果做Buck的話又太難 Buck如果你要自己做Postcard的話 難度是非常之高 所以我覺得這個 黑靈 Posphorus系列 是最適當的例子 那首先你必須要先去查 黑靈的Latis constant 來講的 你就要上Google 然後去把 Black Phosphorus 然後跟Latis constant 是這樣的做法 Black Phosphorus 或是Blue Phosphorus 然後Latis constant 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文章 你可以去Archive上面看 Archive是 哈佛 是哈佛 是哈佛的嗎 我記得它是 它是一個公開的 文章投稿系統 所以它的文章並沒有全線問題 你們可以在家裡就可以看到這個文章 如果是這個Archive系列的 如果是其他發表的期刊 那你們必須可能要到學校 CTU裡面才有辦法看得到 所以 我們就隨意開一個好了 相信他們資料都不會太離譜 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 打開它 所以這是 Blue Lair Black Phosphorus 某一篇Paper 中國人發表的在 阿凱上面 可以 稍微看一下 裡面有沒有 快速的瀏覽 像 這邊有結構的部分 這裡並沒有提到 Constant 我們就 找尋keyword La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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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eter of bulk 是在 Supplementary裡面 S1 S2 通常是講Supplementary 它不是在本文上看到的 或是在 它會有另外一個檔案 A OnlyChange 再往下找 B B VConstant A 或B 寫出明確的數字 OK 所以這個 只要找像找到這一篇 就不是你要的 因為它並沒有寫出來 我們當然盡快的 找到 我們只想看我們要的東西 Supplementary Black Phosphorus 這篇 下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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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大 我們搜尋 我們搜尋 Athes 看能不能找到 Athes OK 你就看到 Crystal Structure Pyramid of Black Phosphorus Under Normal Condition A 是4.3 B 是3.3 C 是10.4 那你看到這邊有個C 它其實這邊這個文章講的是 Buck的Black Phosphorus 這是一個三維結構 二維結構 因為 Posphorus 這個Black Phosphorus 跟Blue Phosphorus 它們是 所謂的Tier Structure 它是一個層間結構 也就是 像這個樣子 它可以一層一層一層堆起來 就是它的 Crystal Structure 它Buck Structure 那我們可以像 像Graphene一樣透過 膠帶 Graphene你們知道它的歷史嗎 不知道 Graphene它 它之前 找到Graphene的人 是拿諾貝爾獎的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發現 所以我們知道 鉛筆 鉛筆其實不是用鉛做的 它是用石墨做的 然後是用碳組成的 然後 我們稱為Graphite Graphite是一層一層一層的碳 平面去構成的結構 這是Graphite 那一層一層的碳 其實那一層一層是有辦法 把一層拿掉 可是在以前技術上 是沒有辦法 拿掉這一層一層的 拿掉它一層 一層就叫做Graphene 很多層扣起來叫做Graphene 那怎麼拿掉呢 哪一個國家 我忘記 美國吧 有兩個年輕人 二十幾歲 很有創意的 他們就用膠帶 拿出石墨 用膠帶把石墨上的東西 黏一片下來 就黏 石墨 就黏下來 它就黏出一片Graphene 然後就去做實驗 就真的看到成狀 單層Graphene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單層Graphene 是沒有辦法用任何 刀子啊 或是雷射 就切不下來 它太小了 那個人 那兩個年輕人 就用膠帶 把它拿下來 最後就拿到諾貝爾獎 這個因為太有創意義 而且非常高潮的技術 總之 這個就是成狀結構 所以 Blue Phosphorens 或是Black Phosphorens 也是有一樣的性質 他們在 你層跟層之間 全部併在一起的話 它就變成Phosphorens 它是 不是 它這個名稱我忘記了 就是它有一個 quark的Structure 它也有一個 Layer Structure Two Dimensional Structure 所以我今天要你們練習的是 一個Layer Structure 並不是像這篇文章寫的 這篇文章給的是一個 Box Structure 可是我們還是一樣 可以用它的Layer Structure 因為它們 其實 你在形成Crystal 跟形成二維 它Layer Structure 會變化 但是不是很劇烈的變化 所以我們可以 照樣拿它的 A跟B 所以你可以回到圖上看 Posphorens 會有兩個方向 是不一樣的 一邊比較長 一邊比較短 就到這邊來 你剛才可以看到 A是比較長的 B是比較短的 可是這個A跟B 只是你的定義而已 你可以叫它B 也可以叫 你可以叫誰B 都沒有關係 所以 在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 一個是三點多 一個是四點多 我在建Unicell的時候 我就可以先把 比方說我喜歡 Exo是比較短的 所以我就把Exo 定成3.311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 這是第一個Lative Vector 3.31100 就是比較短的 其實是跟上面這一條 這個Lative Vector 比較長的部分 就是4.5762 因為文章都可以找到說 它其實是一個 長方形結構 所以夾角是90度 所以你在 變Lative Vector的時候 就是 X00 0 Y0 Z方向 就是給一個很大的值 因為你必須要做的是一個 二維結構 你上面是要保持真空 下面也是真空 上下都沒有原子 對 我有 我有 做出來了 Black Wasfordance 就是這個樣子 我把周期性打開的話 我做 -34 -34 做成Supercell的樣子 這就是層間結構 Layer Structure 可以轉到某個角度 就會像 像文章看到 當然這個是 這個角度 所以文章你看到的 這個圖形就是從這裡來的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高的 兩顆會在比較高的地方 兩顆比較低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轉成Tub View 從上面 我看就是叫Tub View 從旁邊 從旁邊 從旁邊看就是 Side View 所以Tub View的部分 就會看到像 這樣的圖形 那我這邊 由於都是 每顆原子都是 Fosphorens 所以它沒有顏色上的區別 如果我們特意去把顏色區別 比方說上面的話 把它框起來 可以看到說 這一排是上 比較高的原子 這一排是比較低的原子 所以這樣的結構 就是從這個數字得來的 重點是 Z方向必須要有真空層 現在做的這些數字 比方說3.31 4.57 就是 X方向 X方向3.31 跟4.57 Z方向 我就給了一個 21 給了一個非常大的數字 就是一個很長的 Unicell 因為我必須要有真空 所以 假設我把三個周期性 也都打開來看的話 就會變成是 2 一般來說是1 這個看到的是1 好吧 Z方向增加一倍 看到是周期性排列 上面這邊沒有原子 所以叫做真空 所以我們這時候計算 就等效於 再算 2-dimensional layer structure 同樣的下面 如果你把下面 增加一倍的話 可以看到下面也會有 實際上是 在做計算的時候 是 上下左右 前後都會 延伸的 這個就是 Black Phosphorans Pinicell Pinicell 準備好了 下面的 還是比較 精彩的部分 比較麻煩的部分 所以 一種方式 你當然也可以 下面這一塊的部分 大部分的paper 不會跟你講 他們怎麼做這些東西 你必須要 想辦法 可能是由圖上面去 去做出來 或是從別的線索做出來 以這個範 以這個結構 以我目前做出來的 能力的話 可以看到說 C上 C上 可以看到這樣的結構 換回來 0 換回 unicell的狀態 在unicell 是上層 是下層 也是對應到這個圖一樣 上層的話 會有兩顆原子 下層也會有兩顆原子 這時候你就要決定 我要怎麼放第一顆 可以把第一顆放在角落 也就是000的地方 我大概也可以把第一顆放在 這個位置 或者是第一顆放在 這個位置 當我決定好第一顆之後 我就決定了其他顆 因為每一個 它的結構是相對的 就是 這一顆 灰色的這一顆 決定了之後 它是下層的 它是下層的原子 另外一顆灰色的 想說這一顆 到圖上看是 0 1 的地方 這可以理解吧 X方向是0 Y方向是1 它其實的X不是0 它是X 0往後退一點點 可能是 後退 0.5gen strong 或是某一個數字 這邊看不出來 那一樣 這個灰色的另外一顆 你可以 從圖上就可以看到說 它是在1.1 0 的位置 再偏一點點 同理 你在深黑色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到說 它也是在0 Y的位置 然後 往右偏 往正方向偏一些 另外一顆是在 X0 然後往左偏 所以你知道這些線索之後 你就可以去做結構了 最後就可以做出像這個樣子 類似這個樣子 因為我這邊的coding也跟這個圖是不一致的 所以我們回到這邊來看 你看我做出來的結構是這個樣子 上層的原子是這兩顆 可是對應到第一顆原子我放在0 然後跟Y方向稍微有一點點 偏移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顆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每一顆原子的標號 第一顆原子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說 第一顆原子是在 比較高的地方 這是自己方向 所以 這樣看 第一顆原子是在比較高的位置 第二顆原子 1 4 是在比較高 Sorry 所以這個結構並不是 也不是這個結構 要把這個結構 要把這個結構 把出來 這邊 然後 建一個結構 這就是剛才那個結構 把存檔 存檔 存檔 存在桌面 存成Postcard 你就可以用 Vesta 去讀 Ve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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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把Postcard放進去 就會出現你剛才做的結構 那一樣 你做Postcard 去放進Vesta的時候 它不會有bounding 為了 肉眼看 方便 我們會在這個 剛剛那樣Edit 然後bounds的部分 設定0跟0 如果 距離是小於 2X的話 它就會出現bomb 不過 3X的話 就會出現bomb 一樣 我們在這個地方 這裡有條Object 把這個Label打開 你可以看到 第一顆第二顆是在比較高的地方 就是對應到PowerPoint裡面的 0.55的位置 3、4顆就在比較低的地方 在 也就是0.45 這個設計是因為我的真空是設定在 21個Extra 所以我可以知道說 整個長度是 21個Extra 我知道 層跟層之間的厚度是2.1個Extra 所以我只要把這兩個 這兩個Extra之間的距離 排成0.1的話 0.1乘21就會是2.1 也就是可以得到層間距是2.1的情況 可以理解嗎 可以 ok 就是說 回到 這句話就回到 剛才那個 Ruby's Latest的定義 你可以看到 你在坐標轉換的時候 會乘以 你會把你的原子座標 跟三個 Lady Vector的 去做相乘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如果你今天做的 P方向 這兩個都是0 A1 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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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這樣的素質 跟Lady Counter 你會形成一個很像 A字圓 B方向的長度A33 如果你今天任何一個原子 放在某一個位置 然後算它的真實 Z方向的 Coding的話 需要乘的是A13 A23跟A33 A13 A23都是0 所以決定值叫A33 A33乘以Z再乘以LadyConstant 就會是那真實的 Coding 這可以理解嗎 Keyword還是在A33 要算它的真實長度 就是A33乘以Z 乘以你要的Z 再乘以LadyConstant 那回到剛才那個結構 我們知道層間距 是2.1個 A3 2.1個A3 在這個A33的情況下 是多長 就是2.1去除21 整個長度是21 這一段是2.1 所以在這樣的坐標下 這個2.1是多大 就是0.1 0.1乘以21會等於2.1 可以理解嗎 OK 所以 這個數字 特意設計成21 就是為了 讓我在做2.1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 因為我知道 我只要把 原子跟原子之間的距離 設成0.1的話 這個層間距就會是2.1 這也是一個 很有趣的地方 我的目的 我做21的目的 是為了要讓2.1 會等於0.1 2.1N Strong會等於0.1 因為這是層間距 所以我希望它的中間 層跟層的中間 這個地方在0.5的位置 層跟層如果在0.5 P1跟P3要距離0.1 所以這是0.5 往上加0.05 往下加0.05 就會是 剛好是0.1 這是特意去設計 因為這樣整個結構會有一個漂亮的對稱性 這代表這不會 這不是必要的 這是 個人喜好 你今天也可以 把一顆原子設定在0的位置 另外一顆位置就在0.1 所以我上次就講過 Postcard怎麼設計每個人會不太一樣 這個設計會牽涉到 你後面做的題目 要看你今天做的題目是什麼 去設計這個材料 有時候你會需要 你做出來的結構在整個Unicell的中間 這是試情況 因為這裡有時候你在分析上比較方便 或者是你在畫圖上比較方便 這樣也可以把它放在 這個下面的位置 如果你把它放在下面的位置的話 你畫圖的時候常常會有一個困擾 就是 你今天 我把它 可以做一些動作 對 自己方向 平移0.5的話 就會變這個樣子 如果你今天把 這兩個原子的中間設定層是0 所以 因為周期性的關係 你會看到上面也有原子 下面也有原子 實際上它就是 兩層原子而已 只是在視覺上 你會有一些困擾 不夠直觀 但完全正確 當然也可以說 我把這個設定層 0 所以這個是-0.05的位置 我再 把這個model 稍微往上移一點 option 可以去移 再往上移 0.05 sorry 0.05 點4 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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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di你會看到 在這個軟體 wave 它周期性一出來 你還是會看到上面有原子 雖然說它這個真空是很大的 我們現在模擬的是一個 是一個獨立的二維系統 上面很遠很遠很遠 這邊的原子看不到對方的原子 所以它就很像是上面都沒原子的狀況 在視覺上 比較會有一些困擾 所以我在設計原子的時候都會希望它 在中間就在中間 對於這種二維材料的時候 所以Z方向 一些小技巧 X方向剛才就提到說 這個 因為 因為我目前是 這個 dative vector 是放在 短邊是放在X軸 長邊是放在Y軸 所以我在寫的時候短邊長邊 我可以把 大家的X軸都放在 拼在這個 X等於0的位置跟 X等於1分之1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寫的時候就有0跟1分之1這兩個數字 比較高的 我先把它恢復成正值 比較高的是 1跟2這兩顆 1跟2 1跟2 2是高的 1跟2分別就是在 1是在X等於0 2是在X等於1 0 1分之1 一樣3跟4 3就是在0 x等於0 4是x等於1 然後 又好 最麻煩的是 長邊的部分 長邊的部分 就沒有 甚麼特殊技巧 我們從圖像上 可以看到 它是在 1的稍微偏一點 所以我只是隨意的 但這個是我算過 我知道這個數字就是這裡 我們在一開始不知道的情況下 你可以給它 例如說0. 因為它是 第一顆原子是在 y等於1分之1的篩位往下 所以一定是0.5 稍微減一個數字 一個不大的數字 你可以設計成 比方說0.47 然後後面都是0 同樣的 P2的時候是在 y等於0的位置往上 稍微加一個數字 所以你就可以稍微加一點點 在一開始做結構的時候可以這樣做 因為我們後來都會用 團體去做所謂的 structure optimization 它會幫你把結構找到 做最佳化 它的結果就 跟實驗非常接近 儘管你一開始做的是很離譜 跟實驗差很遠的 我們都可以透過軟體 去計算得到 跟實驗是 一樣的結果 所以這是黑0的部分 同樣的 藍0也是一樣的做法 現在畫面看起來好像有點 我把顏色換掉 紅色 藍0的話 如果 如果你直接看圖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 像一個菱形的 unicell 這種unicell 我們稱為 hysagonal unicell hysagonal是 六邊形的意思 那這個 這個菱形的unicell 是一個六邊形的其中一塊 就是六個菱形 六個這種hysagonal shape 形成一個hysagonal 所以在這個經格學裡面 這樣的unicell 我們都稱為 hysagonal unicell 在海森的unicell裡 就是這樣 目前我做出來的 做的方式是 一樣 另一方向一樣 就是follow剛才那個 入我 我們可以先知道 它的 地軸的厚度 是多少 可以 網路上 或是 那也許他們只會跟你講 這個原子 原子線距離 可是他們一定會跟你講角度 你可以去算一下 說知道它的角度是多少 另外一部分就是 XY的部分 如何做呢 但這裡我就選擇 用另外一種方式做 也就是我先把lady constant 寫出來 這個3.15的lady constant 兩個軸 分別是在100 這個軸 B軸 是100 B軸的部分 就是這個 夾角60度 你可以知道夾角60度 你可以知道夾角60度的話 這一顆是 這一顆的 這個長度一定會 跟這個長度 這是黑0的 這是藍0的特色 它結構 海鮮的unicell一定是 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算出來 這一段 一定是2分之1 這一段就是 3 2分之3 這個是數學上可以推導出來的 我相信對你們來說 都是很簡單的事情 你知道這個是1 你知道這個三角形 是正三角形 60度 一定知道這個 這一個位置就是 1分之1 然後 往上是 2分之3 就可以到達這個位置 所以 另外一個vector 就是寫1分之1 跟2分之3 就可以把兩個vector 定出來 兩個vector 定出來之後 就要定原子的位置 對於藍0的話 就是兩顆原子 第一顆原子 是比較低的位置 第二顆是比較高的 所以如果我把比較低的原子 定在000的地方 那這個球都是被這個線切過去的話 就在000的位置 所以這邊我是把第二顆 第二顆定成000 第二顆再000 第一顆就是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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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cell的重心 所以你可以去推導一下 重心的 位置 之後呢 再作為座標轉換 把它轉換到這個 100 1分之1 2分之3 的 座標系 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的座標 其實就是一個 三分之1 三分之1 位置 這一切都是透過數學 先推導過 然後就可以把它寫成 數值化 變成這個Postcard形態 所以你在做這一系列的練習 你可以隨便找網路上的一些資料 都可以把它寫成這種 那當然你一定要是CrystalStructure 如果你是Molec的話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你是CrystalStructure 你就可以 練習它的 知道它的LadyConstant 知道它的LadyVector 然後做出結構 最後把它全部寫在一個檔案 用各種方式去寫在一個檔案 比方說用Word啊 還是用 用小筆記本啊 然後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的形式 存檔 存檔記得把它存成 它的名稱一定要叫Postcard 存完之後 這個Vesta就一定讀得到 結構 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做出來的是對 還是不對 可以懂嗎 這個是 這個是二維結構 比較簡單的部分 二維結構 當然它並沒有那麼 單純 或者說 它其實最精彩的部分 是在 如何做Surface 那個難度會比 做這種LayerStructure難 非常的多 因為它第一個它原子 並不是這麼簡單 只有兩顆 四顆 可能會 十顆 二十顆 再來就是 它的堆疊方式 也比這些東西都要來的複雜 黑0的話 你可以知道一個高一個低 而且這個位置一定是在重心的位置 三分之一 你可以從數學上輕易的推導出來 藍0的部分 就像我剛才講的 你也是要定出 大概的位置 你可以透過 程式去把它跑出來 因為它有它的對稱型存在 如果像表面的話 我們這裡就用的是 梁老師的教材 在表面特性上的敘述 FCC的表面 每一個材料都有它的表面方向 那定義上就是 根據你表面 擷取的方向 是多少 你就可以把它命名成 那個快材的表面 比方說 FCC這個材料 FCC是一個骰子 每一個面都有一顆原子 那如果你在它的001方向 所謂的001方向就是 X方向為0 Y方向為0 Z方向是1 所以就是它是 往上指 如果我們定義這個座標 這裡是X 這裡是X 這裡是Y 這裡就是Z Z方向有1 表示這是一個 線頭朝上的表面 就是我今天做好一個FCC的結構 是一個周期性的 往左右上下都延伸 那我從這裡切一刀 從這個 藍色的框框切一刀過去 把上面東西全部拿掉 這樣我就做出一個FCC0011面 如果是FCC110面的話 也就是X方向必須要前進1 比方說這裡是定層0的話 這個地方就是1 X等於1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Y等於1的地方 Z就不用變 Z是無限延伸的 照這個邏輯來看 你就可以看到說我切出來的這個表面 是在這個斜的這個 藍色的Dashline 我切出來的表面 就叫做110面 同樣的如果是三個方向都走一格的話 FCC001面就是 這裡如果定成0的話 走一格 我們可以往前走 其實都一樣 往這邊走或是往這裡走 都是在周期性系統來講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最後決定出來 是一個這個藍色的Dash 三角形的部分 是它的UniCell 同樣的BCC也是用同樣的規則 你可以定出這些結構 所以你可以 看這一點你就知道 在表面學的時候 你第一個要注意的是 要定出來的方向在哪裡 現在講的例子 001110011都是最簡單的例子 你常常會遇到比較困難的 像是211 就必須要去 話說X方向走兩格 Y方向走一格 Z方向走一格 然後去切出一個面 會長什麼樣子 或者是113啊 或者是 一些很奇怪怪的面 都有可能發生 這是因為 表面重構的問題 就是說 一個金格 當你做一個 切面的動作 其實你不做切面的話 表面當然還是存在 你任何一個東西 都會有它表面的存在 每個物種 每個材料 像金啊銀啊 或是silicon 每個材料有它 傾向的表面 可以在室溫下存在 可是因為某一個特殊面 它的推疊方式 使得它的表面能比較低 它就比較穩定 所以 某一些特殊材料 你就在放著 你就把它拿出來放著 它就是 有一些特定的面 你就已經形成在那裡 當然可以用人為的 用雷射 或是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去鑽石刀啊 什麼把那個材料 去做一個 某一個方向的切面 就會得到你想要的 一些特殊結構 但是因為那個切面 見得會是一個穩定面 可能會跟空氣的氧 做反應 而形成重構 或是跟空氣中的水氣啊 空氣中的一些雜質 它會發生重構現象 所以這變成說 表面學在研究上是非常的複雜 需要注重非常多的東西 第一步就是要注重它是哪一個面 第二就是注重它是哪 怎麼重構 這是一個FCC 001 Service 要怎麼去 產生它的Postcard 寫法 這一樣是台灣中正大學 梁仁全老師的教材 裡面的其中一頁而已 這講起來是非常的複雜 所以我想這就留著 是你們下次的功課 我就想 因為 現在講 我猜你們大概也沒有辦法 這麼快 因為 Fosphorium的部分 看起來做的 是很順暢 所以我是希望你們可以回去看 那個梁老師的教材 其實 這裡的數學其實很簡單 可是你們必須要自己看過 自己去理解 才能夠知道 我可以給你們一些提示 比方說它第一個 這邊寫的D 就是這個LayerLayer Spacing 這是一個FCC的O1面 這個Cubic是一個FCC結構 所以你可以看到六個面 每個面都會有一顆紅球 每個角也都會有一顆紅球 根據1面的話 我可以看到說 第一層就是上面這五顆 第二層是這個中間的四顆 第三層是 下面的這五顆 層跟層的間距 在這個圖像上 你可以看到D是等於1 2分之1的A 因為我們知道 這是一個conventional unit cell 所以這個長度 這個骰子的長度 就是一個A 就是Lady Constant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理解到 當然這個 層跟層之間的距離就是1 2分之1A 所以這個是在寫這個東西 那兩樣的寫法就是說 我今天 要做這個001面 切出這個表面的話 表面就會長成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top view 那紅色球就是在 這個端點四個球 就是在對應到這個top view的這四個球 1 2 3 4 這一顆 就是中間這一顆 OK 白色的球就是對應到第二層 第二層有白色的球 如果你用紅色也看不清楚 所以它會用白色 你可以看到這一顆 如果我從top view的話 從上往下看 就在這個邊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畫在這裡 白色的球是第二層 第三層 第三層 當然又是紅球 所以 如果你從top view看下來的話 會被這一顆擋住 它在它的正下方 所以整體看來 你的表面就會形成這樣的結構 紅球跟白球之間相連 可是如果你用這個unicell 當作unicell的長度的話 它並不是最小的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今天這個周期性 是用這個新的方格去拼的話 它的面積更小 而且它一樣可以拼湊出這樣的表面 所以在這個表面製作上 我們就會選擇最小的primitive cell 當我們的model 那這個primitive cell要怎麼做呢 就是 這兩個vector 對應到就是這兩個vector 因為 它是一個正方形 你在中間畫出兩個vector之後 它的兩個vector之間 夾角一定是45度 所以這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兩邊是45度的話 可以知道45度的比例是 1比1比2 這個斜邊長度就會是 這個 這個邊的2分之1 2 2 所以你會看到這些數字 2分之2 2分之2 就是代表這兩個 你可以用數學再去算一下 推倒過 它比例一定是 1分之1 2 2 2分之2 2 2分之2 2 這兩個vector形成出來 再來就是C方向 C方向 一樣就跟 Layer Structure 剛才那個 black phosphorus 或是proof phosphorus 遇到同樣的問題 你一開始定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定 會比較好 可以先 它放成是一個 未知的係數 你可以預設它是C 在做model的時候 剛才說 這個這樣的 FCC001面的話 一定是一個 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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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間的排列 所以 假如我把 紅球定在 00的位置的話 白球就會在 2分之1 2分之1的位置 對於小的 這個cell裡面 它是在 1分之1 2分之1 所以 旁邊這邊寫就是 假如你 第一顆在00的位置 第二顆一定是在 1分之1 第三顆一定又在 00 第四顆又是 1分之1 是一個 縮起性的排列 然後再來就是要定 第一顆跟第二顆之間的 距離是多少 我們也不知道它是多少 所以我可以假設是A 所以 我們知道雷T constant 是A 然後這個 乘間距是X 所以這是X 所以 我們知道A 知道D 知道C知道X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關係式 導出來 最後就可以 這個 這個M是層厚 層的厚度 層的厚度 所以是M層 往上M層 往下M層 所以總層厚是2M 總之 這些都是提示 你們回去 其實這算是數學 而且這是 相信應該在香港也是高中 數學程度的問題 因為它是簡單的 三角函數 假角就是45度 只是問題是在空間概念上 你必須要 要稍微 建構一下 所以回去可以看一下FCC的結構長什麼樣 也許可以試著在 透過Vesta 把FCC 建出來 你透過Vesta好處是 你把結構建出來之後 你可以去旋轉 你可以去思考 你可以去把 坐標軸打開來 可以照ADC之間的關係式 所以你就可以 可以比較輕易的理解 為什麼 001面 或是紅白 紅白啊 為什麼這個 大的 一定是有不好 因為它這樣形成的話 你一層 一定要有兩顆原子 才能夠形成 最小單元 如果是用小的話 只要一顆啊 什麼什麼 是在裡面 所以這一次的 回去練習的部分就是在 希望你們能夠做 像FCC的三個面 先不要做這個 先做FCC001面 分110面 110面 難度就很高了 所以 001面是最簡單 這個非常容易 你看到它在數學上 推導上也是非常容易 但是如果你去看 梁老師的那個教材 我之後會把那個梁老師的教材 也寄給你們 然後跟這個PowerPoint 我希望你們能夠去做 FCC的0011跟10 當然如果可以的話 把11也做出來 先預告這個很難 FCC的話也是一樣 001跟11 這個應該寫錯 這個應該是110 這個應該是111 他寫錯 所以一樣 111面都是比較困難 001面都會是最簡單的 在建構model上 所以 這一次就是FCC 兩個面 FCC兩個面 下禮拜我們沒有要上課 所以我相信兩個禮拜的時間 還蠻充裕的 這兩個 這四個結構如果做出來 這四個結構如果做出來 覺得太輕鬆了就去做 十變表面 就是金啊銀啊 有些於 對 001面或 TOP是110 或是TOP是100 這個100在FCC上 100分010分001 這三個面是一樣的 可以理解 因為它是一個骰子 它是一個正方形 從X方向切一刀 切去一個面 或是從Y方向切一個面 或是Z方向切一個面 或是Z方向切一個面 其實都是 這樣 分辨不出來 這是這一次的練習 這個 我相信練習完之後 應該會對周期性概念會更強 你們要做得出來的話 所以重點是你們要交出來的是 一個Post卡 是一個 標準的Post卡寫法的檔案 像是這個樣 有Lady Vector 第一行是 Common 第二行是Lady Constant 第三四五行是Lady Vector 然後元素 如果你們選擇用 選擇做一個 金 或是銀 金跟銀都是FCC結構 你就可以查到它的Lady Constant 多少 BCC結構 你可以去查 比方說鐵 鐵就是BCC結構 你可以查到它的Lady Constant 知道Lady Constant之後 就可以填在Lady Constant的位置 然後填上它的Lady Vector 根據 梁老師裡面會有介紹到 一理念 BCC的YFCC 要如何填 填完之後 再把它的原子 位置 填出來 就會做出一個 表面 而且這是最簡單的表面 而且這是最簡單的表面 發現嗎 有問題嗎 有一個 像 以FCC為例的話 可以看得到它是 它是第一層 第二層的位置是跟第一層不一樣 第三層的位置跟第一層是一樣的 我們稱為這種結構叫做AB Staking 一個是A一個是B 另外一個是A 另外一個是A 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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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這是AB Staking 如果是 D10面的話 它是 ABCD Staking 我們可以看梁老師的教材 FCC是ABCD Staking 我叫Diamond Diamond的話是ABCD Staking 也沒有問題 所以FCC也是AB Staking 這個也是很容易 如果是FCC的111面的話 就是ABC Staking ABC ABC 大概是0 3分之1 3分之2 0 3分之2 所以不同的面 會有不同的特性 乘後 就是 我們可以做到最小 或是 這個可以自己決定 M就是整數就對了 可以自己決定 然後做個 如果 如果是FCC 如果你們有做到這個111面的話 當然最小一定要3層 或是6層 或是9層 一定是3的倍數 那如果是100或是111的話 就是2的倍數 2層4層6層 OK FCC啊 都可以再提 的PowerPoint裡面找到 所以這是 表面的部分 這算是表面學裡面最簡單的model 如果你往後 繼續研究表面學的話 你會像 我也是看到這種 最有名的 Silicon 7x7 Reconstruction 可以剛才說 7x7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的Unicell是7倍 XY都是7倍 就是像這個model一樣 234567 7倍 這是原本 Unicell 1x1的7倍 這個model叫做 DAS model Dimer Additon Staking 4 model 這些字都是它表面的特徵 它表面上會有Dimer 這個中間 這兩顆會放在一起 它會從原本的 Silicon 7x7 做一個很強的 Reconstruction 它整個表面會變化非常大 在邊邊的部分都會形成Dimer 這是為什麼要取名 第一個叫Dimer 第二個它取名叫Aditon 就是它原子會上面會多吸幾個Silicon 它不是原本的Silicon 彎彎彎彎結構 它會偷偷的多吸幾顆在上面 所以它有Aditon 額外的Atom 還有Staking 4 Staking 4就是左邊的跟右邊的有一個錯位 所以這是表面學裡面最有名的 這是Silicon在常溫下最穩定的結構 在已經困擾了 在1970年代80年代 是困擾很久的 因為它很容易形成 它非常的穩定 它結構非常的複雜 所以它那時候提出了很多種各式各樣的model 都是一個戰國時期 說個話 那最後由理論學家跟實驗學家 最後確定 model就是DAS model 這是它STM看到的圖形 比如實驗上只看得到 它是7乘7 其實它全部都看不到 理論上就是可以去做這個fitting 所以這是 第一原理計算的功能 最大 最powerful的地方 我們可以 想辦法當實驗看到它們看不到的東西 當然我們還是得先知道它是7x7 理論沒有辦法 不是沒有辦法 理論要知道這個7x7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可是當你知道是7x7 你知道這上面可能的原子數的話 你就有辦法去推論出這個fitting 當然要經過很多的驗證 就可以知道說這個結構其實應該要長成這個樣子 左邊是fitting 右邊是unfitting 就是tough use 所謂的fitting就是有錯位 你就看不到下面那一顆 fitting就是沒有錯位 你可以看得到下面那一顆 這是一個long long story 所以這是表面學如果到 如果你一直繼續往前鑽研就會研究到這種 複雜結構 當然 這是silicon 如果你像 研究Army Asai這種 可以想像一下 Army Asai這個結構 如果你在這邊切一刀 形成表面的話 把上面原子全部拿掉 這樣切一刀 光是用想的就知道 它的表面也會變得非常的亂 非常之亂 因為它本 不用表面 你光是看book 就知道它很亂 切出表面來的話 它一定會很亂 所以它會發生重構 會怎麼樣做得穩定 怎麼樣怎麼樣 是在科學的實驗上跟理論上 都是非常有趣的題目 可以做很深入的探討 所以這是表面的部分 二維結構跟表面建構 所以最後重點就是 你要注意的是 你今天要建構一個結構 必須要follow 就是bravis latest的路 你一定要給一個lady constant lady constant要怎麼訂呢 你可能可以訂一個某一個數字 透過網路上去找 透過period table 或是paper上去找到 當然你也可以 設定lady constant的設定為0 如果你把lady constant的設定為0 這個數字就必須要加重到 你的lady vector 就像我剛才 在做phosphoran的時候 第一個 K0的部分 我就是把lady constant 設成1 那我的常數項 就會跑到 latest vector裡去 如果我把 在藍0的部分 把lady vector 提出來的話 下面的數字 就會變得比較簡單 變成100 所以 這一切的路 都是 在於 一定要 不能違背 這個 這個路 原子的位置 跟lady constant 跟lady vector 之間的 關係式 就是follow這個 這是非常重要 就是bravis latest的定義 要知道 那 在未來 如果要繼續往前學習的話 當然 如果能夠知道怎麼寫程式 是最好的 The ability of program writing is strongly common 這個是假設你們 如果你們 再來想讀研究所或是博士班的話 推薦 學一下 某個程式語言 C語言 或是followchain 在這個領域都是比較好 當然 先 可以先不用 略略這一點 最後就是 可以再把這個網站 重新再說出來一次給你們 記得就是 這是老師上面 上課內容 裡面也是 來 關於表面的部分 他也會有做很多的說明 所以如果你們 在練習的時候 有很多挫折 你可以上去看一下 聽一下 他講的 這些內容 也許可以對你們 在建構模型上 會有一些幫助 那一樣 我下次會 可以 再講一下這些內容 怎麼做的 最後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也許你們是弄的 也許會有困惑 就是說 既然 這些database都提供了這麼好 幹嘛那麼辛苦 可能說 其實你在做這些表面學結構 有很多很多方便的工具 像 Curious Studio 或是 什麼 就是網路上 現在有很多方便的程式 讓你們去切表面 或是做表面 或是像 你可以用過Vesta 你可以去輕易的做出這些表面來 為什麼我要那麼辛苦 寫這些東西 寫了半天 要算這個長度呢 實際上這些 用意 是在你後面 在做bottle設計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 比方說我今天要做一個表面吸附 表面吸附 表面吸附 我今天有一個黑鱗 我今天要在上面做一顆氧的吸附 想要把氧放在這個位置 的話 這個位置 如果你知道你的結構是怎麼寫的 我覺得這個空間概念是有很強的感覺的話 你會知道這個位置 這個長度一定是根號三 這個是三分之一 這裡一定是三分之二 然後 如果你要做Bridge的話 你一定會知道 這一顆跟這一顆兩個相加 除以二 就會就是這個Bridge的位置 你可以對這個表面 或甚至說對這個buck 會有很強的感覺 你想把原子放在哪裡 或加在哪裡 或是移動到哪裡 都會比用那些四面的軟體 3S3啊 直接用滑鼠點一點 就伸出結構來的人會強很多 這空間感會比較好 所以 還是希望你們能夠練習一下 這些結構 雖然說這些結構都是 都其實 說穿了你上網都可以抓得到 就是可以抓到 包括了這些FCC 001面 網路上有很多程式都幫你寫好 你根本不用需要動腦袋 你只要把 只要選我今天要FCC 我今天要E1裡面 按入幾個數字 它就給你答案了 但是你會對這些表面 完全沒有感覺 你會對整個空間 在結構創建的時候 會完全沒有感覺 在之後做 之後我們會給你們一些題目 也許會需要你們做吸附 吸附的話就需要在 TOP SIDE BRIDGE SIDE HOLO SIDE 很多名詞 就會沒辦法 瞬間的進入 所以還是 做這些練習 是有很大的幫助 但我不建議你們 上去上網找 簡單重點是要 自己要練習過 就算練習找DATA 也是一個很好的練習 Okay 今天的 jest 谢谢大家